大家好,我是ThomnyQ 我跟大家講一些公眾假期的事情 相信大家有看過新聞的都知道 香港政府法定9月3日就是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但我看過假期,我自己覺得很荒謬 因為你講到抗戰勝利的現日 中國就是打贏了日本 紀念這個日子,就是打贏了這場仗 打贏了日本,就是擊退了日本 紀念這件事就是放假 我自己覺得這個隔離很荒謬 因為這個假期,它變相鼓吹的就是 既然是抗戰勝利劍人 抗日戰爭惠 我自己覺得有一點鼓吹的就是 種族仇人 鼓吹就是仇人 鼓吹我們身處於這個國家 我們是要受益的 我們身為一個中國人 不受益是不應該的 應該要受益 我會覺得應該是 在一個公眾假期 這個劍裡面 帶出一個風氣 會鼓吹了這個 種族神的媒體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我們多個價錢 不要什麼 你這個劍日怎麼仇日法 怎麼鼓吹仇日法 其實這件事是很溫水煮蛙的 溫水煮蛙 就是這個角度去說 它就是 鼓吹仇恨 就是這樣溫水煮蛙法 它變相也是 鼓勵你 我們那天 我們在這天之前 那段時期 日本侵華 日本侵華 他就是 發動藍肌頭殺 逃殺我們 那麼多中國人 抗戰性 我們喜歡打起這場仗 喜歡脫退了這班 這樣的 日本人 這件事就是 除了溫水煮蛙法 就是 鼓吹仇恨 這個味道 所以 有人跟我說 帶出什麼 是 愛國成仇 在對話 我覺得這件事很少 那麼 如果你說 日本侵華 日本人有多壞 有多壞 怎樣壞 那麼 希特拉圖獸 六八萬 不是的 六四 不是聚 三面紅旗 不是聚 三面紅旗 希特拉圖獸 八萬 這些 是否應該 在他們的國家 應該要 紀念這件事 去 公眾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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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說 公眾假期 他們只會 只是從他們放假 但是 我自己覺得 突然間 叮一聲 如果你要紀念 不一定 純粹依靠 放公眾假期 就叫做紀念 其實很多東西 都可以 透過很多 公眾界 紀念 如果說紀念 這件事 不一定 要靠公眾假期 這件事 很寒 我覺得很寒 這件事 很寒 如果你說 因為 抗戰性的紀念 走訪公眾假期 就是 其他 有很多事件 都可以 放公眾假期 都可以 放公眾假期 會 因為這樣 放公眾假期 就會 影響了經濟 你放了 你可以拿這些 做積口 就證明了 紀念 不是依靠公眾假期 更何況 如果這個是 抗戰勝利紀念 為何要抗戰勝利 就放公眾假期 我覺得 如果你不是說 鼓吹售日 我不知道有什麼好解釋 我不知道有什麼 好去解釋 為何 你要 只是 這個 抗戰勝利紀念 你就是 要放假 所以 如果你說 六四 三年同期 然後 後面 這三件事 我覺得 更加值得紀念 如果你只是說紀念 的話 所以 不妨想想 大家在 享受 9月3日的假期 的時候 大家想想 其實 我們是 火吹了什麼 但是 它是 忽視了什麼 不妨大家想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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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